路人眼尖发现散落马路上的市台演的海洋生成水和简进离子水 每平约29元 记者林昭彰翻社分享 今天早上11点半左右 一辆满载100箱瓶装饮用水的大货车行驶在新北市巴黎区台北港附近 从商党路左转中华路二段时 应覆盖装在物品的翻部固定绳没有绑好 被车辆转弯的离心力抛出来松开 导致约有670箱瓶装水掉落在十字路口 影响道路交通 几乎把台64线快速道路的扎到口堵死 警方货报赶底 除了协助交通疏导并对驾驶 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 第二款所在货物渗漏 非散货气味恶臭 开罚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罚款 由于指向都破掉 司机和助手一罐罐捡起来 截至目前人在清理中 还有眼前的路过民众认出货品 是台沿海洋碱性离子水和海洋生成水 直指超商每平零售价分别为28 29元 这下司机窥大了 路人眼尖发现散落马路上的 是台沿的海洋生成水和简性离子水 每平约29元 记者林昭彰翻社分享 路人眼尖发现散落马路上的 是台沿的海洋生成水和简性离子水 每平约29元 记者林昭彰翻社 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